郑如宜跟信芳两个都是非常能唱的 真的不愧是曾经当过卫冕者的 一听这个感觉是饱刀未老 各位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国艺组的卫冕者 郑如宜 华哥好 钟哥好 你今天有没有紧张一点啊 嗯 有会啊 回来对不对 是啊 所以你们旗鼓相当 角色现在互换过来了 心里有什么感想 其实之前就跟信芳PK过六次 对 然后其实我一直都很欣赏他 我觉得他抗压性很强 然后稳定性很高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他的声音 今天是第十二关嘛 你过了十二周的好日子了 信芳回来了 接下来真的是皮要绷紧一点 要加油一点 所以我们刚刚讲 我们焦点在许富凯身上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 来 我们先把彩带拿下来好了 哎呦 有静电 有静电 你真是饱刀未老 他演得真好 这厉害厉害 吓我一跳了 人家是假摔 你是假爹 真的 来 今天带来是 阿琳的荒唐 哎呦 你想欣赏 你哭了吗 我听不到你说话 转身走吧 没有必要再勉强 只是输给了一个 城市的谎话 我们怎么会经不起 背叛的重刷 你失望吗 你失望吗 我并不是你想想 剩下什么 可以用来伪装 原谅故事 为你结束 问题的回答 我真的开始怀疑 爱情的重量 终于 让我弹穿了爱情 我明白这场游戏 输得五体投地 我怀疑 我怀疑你不下的局 终于 我承认了我伤心 我确定分成唯一 活得干干净净 收拾你的荒唐 一幕幕我闭不上眼睛 爱人的甜蜜 一封封尚不值得见识 闹在心里 疼在心里 我们来过的假象 无法释放 我恨疼我 突然现在说 一句我和你 终于 让我看穿了爱情 我明白这场游戏 输得五体投地 我怀疑你不下的局 终于 我承认了我伤心 我确定分成唯一 我都感叹净净 收拾你的荒唐 让我离去 你哭了吗 我听不到你说话 转身走吧 没有必要再勉强 谢谢 荒唐 哇 这歌多难唱 评审听的时候 很满意啊 我要说一下如仪 其实老师还蛮兴奋的 我觉得 因为今天这首歌不好表达 它的层次非常多 很细腻 那么我们光看这个光是鼓的部分 它就有很多改变节奏的一种味道 它在很适时的地方 来帮助你 不管是加强 或者是要加重 我觉得 如仪你在这个部分 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老师另外再讲一下 就是在你的bridge 那个口气 音色整个非常非常到位 很精准 我觉得你个人在咬字的运用 跟你的声音的结合上 非常的精准 然后你今天的站姿 跟你的那个身体的感觉 很好 很大气 让你整个的这个层次的表现 非常的稳定 非常好 谢谢老师 丁晓文老师请 信芳今天这个傻瓜这个歌 选的其实非常非常恰当 因为你的音色 但是信芳我觉得你来势汹汹 我们对你很有期待 如仪要小心了 然后如仪今天这个歌呢 真的很难唱 这个歌难度相当高 呃 从A段进来 你的语气很松软 一直到副歌到bridge 那个力度慢慢慢慢的 建强 其实那个层次非常的明显 就也把我们听歌的人 那个情绪 从一个很舒缓的 慢慢带到一个激昂的情绪 就会跟着你的情绪走 我觉得这在一个歌手的能力来讲 是相当相当高的 那如仪一直以来哦 你唱歌的语气 就是会很容易把一首歌 一个故事说的丝丝入口 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优点 但是有一个缺点 老师要提醒你 你在bridge 落在心里 痛在心里 那个痛字 它一个高音 你用一个虚的假音上去 虽然速度有点快 不太难 不就不太好表达 但是如果那个痛的表情 可以再出来一点 这个歌就会更精彩 提醒你一点 我觉得今天两个表现都很好 我们非常期待你们日后 继续的这样PK啊 这是精彩的比赛 加油 谢谢老师 马上来看分数 首先看 10.5分 老师平均分数18分 罗文聪老师比较高 18.5分 真是来势汹汹的 魏冕者 郑如瑜能获得几分 评审请给分 好我们看郑如瑜可以得到7分 80 81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2 92 5分 老师平均分数18.5分 雪景春老师比较高 19分 陈子龙老师比较低 18分 输了两分 不过刚刚才第一天回来了 恭喜路易 很顺利的过第43关 那13关 现在奖金是48万 有什么话要说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你现在可以轻松了